字幕提供 Hello 大家好 想必大家在小時候都被老師批改過作文 當文章發回來的時候 上面總是布滿了老師的訂正和評語 而在五指化早已成為趨勢的今天 有些人不禁會想問 在Word上面有沒有辦法讓我們當一回老師 按按鍵盤和滑鼠 就能完成批柱修改的工作呢? 其實這個功能在Word已經存在了很久 它稱之為追蹤修訂 那今天我們就花點時間來看看追蹤修訂是如何操作的吧 OK 當我們收到一份來自於別人的文件 需要你幫忙修改提供意見時 我們可以切換到教閱標籤 並且啟用追蹤修訂 追蹤修訂這個功能會記錄三種類型的內容編輯 第一是內容的刪除 譬如你覺得文件中某些句子是多餘的 那麼你可以將它們反白之後 按下Delete鍵 Word會在刪除文句的左側 加住一條紅線以作為提示 而如果你想要使內容移動更為一目了然 你不妨將標記的顯示方式改設為所有標記 如此被刪除的句子就會以刪除線的方式呈現 其次任何你所新增的文字也會被追蹤修訂記錄起來 這些新增的內容會被標上紅色的底線 至於最後一個會被記錄的動作是格式的變更 像是字形的大小 段落的行距等等 這些變化 Word會將它們標註在文件的右側 在修訂的過程中 如果你覺得有需要對作者提出一些建言 你可以切換回教閱標籤 並且按下新增註解按鈕 如此你就可以在文字框內輸入你的意見 以供對方參考 而當文件修訂完畢之後 如果你打算以完稿的形式 重新審視一遍文章的話 你可以將標記的顯示方式更改為無標記 當然你也可以隨時切換為原稿 來閱讀未經修訂的文章 最後你就可以關閉追蹤修訂的功能 直接將Word檔寄回給對方就OK囉 好那如果今天角色對調 我們變成是這篇文章的原作者 那當我們收到別人教閱過的文章 又應該如何處理呢 事實上對於別人修改的內容 我們不一定要照單全收 我們可以逐一針對這些增3的文字 按下滑鼠右鍵 選擇接受變更 或是拒絕變更 當然有時我們也許會放棄幾件 全部採納對方的建議 尤其對方如果是師長或上級的時候 這時我們可以按下接受 接受所有變更 使文件直接成為完稿的狀態 或者在另一個極端的情形 我們完全不同意對方的觀點 那麼我們可以按下拒絕 拒絕所有變更 使文件恢復成原稿 至於段落中的註解 如果你打算繼續利用這份文件 和對方交換意見的話 你可以點選回復來進行留言 或是按下解決 來代表已讀的意思 當然你也可以直接按下滑鼠右鍵 來刪除這一則註解 或是在功能區內 透過刪除按鈕 來刪除文件中的所有註解 OK 追蹤修訂的功能固然十分方便 但是當我們將文件寄給別人 請求對方幫忙審閱時 卻不能確保對方在修改前 會記得開啟追蹤修訂 為了避免這個風險 我們可以在寄出文件之前 在功能區內 啟用鎖定追蹤 來強制開啟追蹤修訂 如果你使用的是較早的Word版本 選單內沒有這個指定的話 你可以執行另一個稱之為 限制編輯的功能 並且指定文件只能以追蹤修訂的方式 進行修改 最後再按下是 開始強制保護的按鈕 無論你是執行限制編輯或是鎖定追蹤 這兩個功能都會請你設定一組密碼 密碼設定完畢之後 文件就會鎖定在追蹤修訂的狀態 這時我們就可以放心的將文件寄出 也不用擔心對方 是否會忘記開啟追蹤修訂了 日後 如果你打算解除文件的鎖定狀態 你可以重新執行鎖定追蹤 或是在右側面板內按下停止保護按鈕 並且輸入你原先設定的密碼就OK 不過就如同墨菲定律說的 凡是可能出錯的事就必定會出錯 如果某天我們忘記鎖定追蹤修訂 就將文件寄出了 然後對方也不熟悉追蹤修訂的功能 將文件修改好之後就寄還給我們 那當我們拿到文件時 又如何知道對方改了哪些地方呢 所信的是 Word還有最後一道防線 可以自動判斷兩份文件的差異 這個功能稱之為比較 執行指令時會彈出一個對話框 此時我們可以點選左側的資料夾圖示 來載入文件的原稿 接著再點選右側的圖示 來載入修訂好的文件 再按下確定 如此 Word會在左欄以清單的方式 列出所有內容的異動 右上欄則是文件的原稿 而右下欄是對方修訂好的文件 至於中央的欄位 Word採用了最終修訂的方式 呈現了兩份文件的差異 因此我們可以利用先前學到的技巧 透過滑鼠右鍵來選擇接受 或拒絕變更 或是直接到功能區內 執行拒絕 或是接受所有變更 最後再將這份檔案 執行儲存就可以了 OK 那今天關於追蹤修訂的功能 我們就聊到這裡 我們同樣下回再見 拜拜